记者林一璋嘉义报道,嘉义县卫生局今天由县长张花冠主持新任局长驻年峰宣誓就职典礼,驻年峰是美国哈佛大学流行病学硕士及公共卫生学博士,他表示上任后将发挥自己专长,推动长期照护,社区预防医学与特殊族群健康管理工作,有效运用人力资源及跨局处的协调, 提供嘉义县民优质的公共卫生服务,驻年峰是国防医学院医学系毕业,留学取得美国哈佛大学流行病学硕士及公共卫生学博士学位,专长为心脏科医学,社区医学及公共卫生,曾任高雄荣民总医院教学研究部主任,卫生福利部台东医院院长,双核医院社区医学部主任,台中县卫生局局长, 国防医学院公共卫生学系教授,行政院卫生署国建局台北区职业卫生保健中心主持人,卫生署食品药物管理局,TFDA,审查委员等。 张花冠说,嘉义县老年人口比率高居全国首位,偏远村里民众就医困难,县府运用有限资源结合民间与学术界能量。 办理三,疫行动医疗车,社区复合式筛建活动,儿童整合式筛建,成立是治症共照中心,阿里山卫生所复制物理治疗所,女性中途之家等,全国首创的三家疫行动医疗服务, 曾获第五届行政院服务品质奖,张花冠说,新局长在长期照护上,将扮演重要角色,加以线结合18乡镇卫生所设置掌照分战,规划掌造2.0出院准备三。 一家职服务,成立师制共照中心及服务据点,偏远地区部建照管中心分战,提供民众就近且完整性的服务。